看着爽实际不舒服 来了就知道了 其实也不一定非得舒服 又不是在这里过年呢 就是体验一下呗 对不对 就像好比有人喜欢在雨中漫步一样 咱们就体验一下 哎 坐一会儿 大家好我是勇敢的阿林 我是一个墨河 本身本土的户外好者 今天是2022年的10月2号 也许你在海南露着腰 可是我已经在北方穿着雕 我们这里连江大雪已经三天了 我的城市已经变成白色的了 你那边下雪了吗 朋友们看这棵树有多少大的年龄了 看上去也不是很粗啊 看上去就像 就像阿林胳膊一样 不是很粗 能看清楚吗 并不是很粗 但是呢高还是很高的 从这通体上去的话 有十几米高了 所以我想请朋友们猜一猜 这棵树的年龄有多大了 15年啊 看我直播间的朋友说有15年呢 有200年呢 来咱们揭晓谜底吧 这有一个牌 这棵树的年龄是84年 树高是17米 树胸镜是17米 2022年5月份监制的 看见了吗朋友们 为什么这样一棵只有17米的 雄镜的树却有84年的年龄呢 咱们慢慢走慢慢看朋友们 因为是这样的朋友们大仙岭地属于高纬度 一年四季都比较冷 生长周期 不足90天 所以造成了这里的树木 每年 生长时间比较短 只能在 6月份到9月份90天的时间 用来疯狂的生长 他年龄跟年龄之间的质地啊 像纸一样薄 很坚硬 所以长起来就 细高细高的 像这样说如果在南方的话 可能长个20年就长这么粗了 但在我们这里就已经有百余年的树林了 木河海拔有260米并不高 属于中国的第1阶体 像这棵树朋友们 这就相比粗一点了 可能就要比我 比我的这个 呃身体差不多了 哎呀摔倒了摔倒了摔倒了 摔倒了又不起来在这躺一下吧 太舒服了 来这玩儿还要小心啊 特别滑 哎呀 你用什么手机之吧 这是普通手机啊 没有特殊的手机 咱们看看 这个树要比刚才 大80年 这应该是影业本 156年 高度是18米 胸襟是40厘米 哎呀像这样的大树啊 能留在城市中简直太棒了 可以制造很多氧气 可以净化空气 可以美化环境 这种就是大自然 馈赠我们人类的 最好的宝贝 希望我们能够可持续发展 把这些树留给我们的子群后代 来朋友们看一看 来朋友们看一看 这个是什么 朋友们这是什么 新疆的朋友们 这不见的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是啥 新疆的朋友 这像啥 像不像棉花呀 对这个特别像棉花 可是这是雪 是雪落在这个硬山红上面 形成的雪棉花 也是一场奇观呢 走吧 咱们继续往前走 金达来 眼前这些树啊 大部分是张子松 还有一些矮角灌木 这些木头啊 有很大的防腐性 都有巨大的坚硬的木质 所以在咱们国家早期开发的时候 大先领的这些木材 源源不断的运向四面八方 有句古诗怎么说的了 无边落木 潇潇下 不进长江滚滚来呀 这些木特别适合做基础建设 火车站的火车道的木枕 房屋的基础 桥梁上面的那个 垫木都可以哈 大家好 我是勇敢达林 2022年的11月3号 这里是我们中国最北的墨河 这是我家乡的母亲河 大林河 我把最美的风景 献给你们 朋友们此时此刻是7点13分 今天出现了特别壮观的雾松器官 马上就要日出了 连下三天大雪 看来今天是大晴天啊 这是江边的小矮灌木 已经结成了厚厚的冰霜 真是不忍心打扰它呀 毕竟太阳出来了 我们每个人都要 开始新的一天了 这条河就是大林河 黑龙江的支流 也是我们的母亲河 他把墨河 一分为二 在河那一边就是我们当地人所说的区里 过了这条桥以后就是我们当地人所说的桥北 现在室外温度是零下19度 难得一见的雾松器官 马上就要日出了 我怕你活着有了 那一天 我怕你活着了 我怕你活着 那个腿 不过你活着 也不过是 这条桥 我怕你活着 我怕你活着 虽然是皇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